大家好 我是文睿 刚刚看到一个消息在X平台上 很多人在转这个消息 看到这个消息真的是有点坐不住 这个消息太大了 我还真是有点不太敢相信 这个消息是真的 什么消息呢 就是以色列空军 袭击了叙利亚的俄罗斯的一个空军基地 就是以色列直接轰炸俄罗斯的空军基地 这个事情 我看到这个简直太大了 这个事情 它这个后续的影响非常巨大 然后后续在网上不断的查 我看很多人都在转载这个消息 不停的转 其实我心里面也 就是说不知道这消息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也在画个文号 忘了我在网络里面搜 我看到中国国内的门户网站网易 也报道了这个消息 它题目叫不忍了 以色列轰炸俄罗斯空军基地 但是我现在还是希望 能够有一些大的媒体来给这个消息背书 但是我在网络里面 到目前为止 没有找到这个大的 就是大媒体来背书 只是看到网易 有了这样的一个文章 然后主要就是很多 在X平台上很多账号在转 还有一些比较大的账号也在转 这个消息 然后里面有这个图片 还有这个视频 这个消息 反正我觉得这个事业很大 咱们拿出来说一说 如果你能证实说这消息是假的 那你就给我留言 但目前为止 我倾向于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 这个消息简直太大了 就是为什么它能出现这种情况 大家也知道 就是在中东这个局势 俄罗斯这边 其实帮助了很多中东国家提供武器 然后针对这个以色列 以色列也是就是苦俄罗斯久矣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如果以色列真的想要 就是说斩草出根 想要永绝后患 对吧 想要这个虽远避诸 那可应该是会把矛头 针对这个俄罗斯的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而且刚看到这个消息 其实我挺震撼的 就是说还是这个震撼的背后 还是有一种感觉 就是俄罗斯还是一个 非常非常强大的军事国家 我还是很感觉 其实你再换个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你像乌克兰 都可以攻入俄罗斯境内了 是不是 对吧 所以说这个事情好像 改变以前的那种想法 俄罗斯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强大了 而且经过这几年 它已经变得很衰弱 很衰弱了 连乌克兰都敢动手的话 以色列也没有什么 不可以动手的 对不对 而且以色列也有充分的理由 对不对 这些年 以色列遭受的这些动物 都是因为你 是不是 这理由也说得过去 不能说都是因为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对不对 今天我看到还有消息 普京还在呼吁什么 以色列要从黎巴嫩撤军 好像大致有这么一个消息出来 所以说 以色列可能也是受够了 对不对 开始我们就不管那么多了 再加上现在俄罗斯 也变得越来越虚弱 对吧 都去朝鲜 请求帮助和支援 你想一想吧 当然这都是我们 普通老百姓 能看到的这些消息 人家以色列人家的情报机构 人家摩萨德 人家能够找到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细致的信息 他们当然不是说鲁莽的去做这个事情 肯定是很有章法的 很有想法的 对不对 很有计划的去开展 做这个事情 而且现在整个把这个俄乌战争 也快要接近尾声了 我感觉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时候 以色列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动作 能够走出这样一步来 那他在整个这个事情结束以后 战争结束以后 他可能能获得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好处 这个事情可能是 以色列也是经过各个方面的算计 也有对乌克兰的这种帮助 也有对自己的这种帮助 当然还有很多利益的考量 是不是 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可能性 还是很大的 对不对 如果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觉得这是个假消息 你有确实证据 你可以给我留言 咱们在这个商学统 这这个大消息出来 我真的是有点坐不住 咱们还是把这个消息 拿出来探讨一下 比较好 其实昨天我在视频当中 谈到的这个事情 我当时觉得以色列 他的这个范围 就是仅限于中东地区 最多到伊朗这就结束了 我当时是这样想 但是现在看来的话 他以色列的这个想法 绝不仅仅于此 他干脆就没把伊朗放在眼里 我觉得 对不对 他对伊朗可能是了如指掌 就是单纯一个作战方式 就是让领导先走这一招 可能就可以不占而欺人之兵 最终就会大获全胜 我估计以色列 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对不对 那就想了 还是我昨天那句话 那你把这个概念 再过得宽 过得宽港一点 对不对 一不做 二不休 对吧 一劳永逸 对吧 永绝后患 那就得到普京这了 是不是 以色列可能也 现在也看到 看到李斯列 对吧 做很多事情 做的其实就很彻底了 对包括联合国秘书长 不欢迎你入境 对不对 就是对美国很多事情 就是自己来决定了 就我自己来做了 对不对 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他可能也确确实实 对自己还是很有这个信心 然后也很有这样的勇气 敢去做 那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么下去的话 那就是伊朗根本就不在话下 很快就能拿下 就是按照以色列的这个想法 咱们昨天我还想 想的可能是 他就只能直居现在 中东发现 他不是这个样子了 不是这个样子 他要的可能是最终 和乌克兰一起联手 真正获得一个 非常彻底的大规模的这个胜利 那么今天这个事情 就是俄罗斯这个空军基地 这个事情 如果是真的的话 那这个事情影响简直太大了 那就等于直接宣战了 对不对 而且他对这个乌克兰的 这种激励作用会非常之巨大 对吧 那对欧洲的这种激励作用 包括美国也好 那就全都一起上了 对不对 你看人家这个以色列都如此的 这个就是说勇敢 咱们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 对不对 那就是有仇报仇有冤 抱怨 对不对 一起来呗 针对这个普京 那这个力量 可是不敢想象 但是乌克兰一个国家都不合 那力量 现在他们 我看到昨天好像新闻报道 他一年生产的无人机数量 可以达到400万架 不得了啊 对不对 那看到这个消息呢 你说普京是一个什么心态啊 他已经日泊西山呢 已经是兵败如山倒啊 他现在已经心里面 已经是如惊弓之鸟一样 非常的害怕 那这种心理上的作用 对不对 各个方面 他可能就是 往下下滑的速度会非常非常快 可能我觉得哈 就是说 昨天我还在想中东第一张牌 然后到普京第二张牌 可能还有一个时间注意 但是现在可能给我的感觉啊 整个这个局势的发展的速度 可能会快出我们很多人的这种想象 这是一个大的这种趋势吧 可能真的是非常非常快哈 哎呀 所以说这个这个消息真的是 然后呢 当然最终大家还是会 就是说想要知道的这个事情 对于习近平的这个影响和重 总之 全世界的这个第一张牌号 第二张牌号 全部倒了以后哈 那北韩就不用算 北韩中共一到北韩肯定倒 这都不用算 最后其实就剩下了一个中共了 就剩下一个习近平了 是不是 那全世界的这个力量合在一起 到那个时候 大家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惧怕的 对不对 我们连这个俄罗斯这种普京帝国都能摧毁 那更何况一个中南海呢 大家也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惧怕 那勇气啊 可能各个方面都会聚集在一起 对于北京的这种冲击会非常巨大 北京自己也害怕呀 对习近平自己也恐惧啊 是不是 那他会是一个什么状况呢 我觉得就是吹哭拉朽啊 对吧 今天上午还做这个视频呢 对吧 六万年一遇的彗星 飞到这个北京上空 对不对 你说对于习近平是一种什么样的这种感觉呢 然后紧接着下午就看到这个消息 哎呀 这局势就是很多时候吧 这个局势要是变化的时候 真正到了那个 不是不报 时候一到 真正时候一到 一切全报 真正到了那个时候 时间点的时候 那速度变化可能会非常非常快 可能会这个超出我们想象 可能一瞬间 他就出现重大的这种格局变化 很多历史时刻全都是这个样子 昨天前天可能大家还觉得不会 对吧 海岸有很长时间 结果过两天 一切全都变了 一觉醒来 这个世界就不是以前的这个世界了 所以说呢 看到这个消息吧 虽然我目前还违法确切 它一定是真的哈 但是呢 还是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的这一些感受哈 仅供大家这个参考了 整体的这一集就说这么多 咱们这个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